大家好,多可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二楼 统灯的vapor barrier 在北美建房子的时候 一般二楼就是它的阁楼 这个artic里面都是要做培棉的 在建筑规范里面 有这么一个要求 你的vapor barrier必须是continuous的 就是必须是连续的 所以说你在安装排风扇的时候 安装之前 你一定要做一个塑料罩 做完了以后再来安装排风扇 任何一个接口到时候都要拿胶带给沾上 不光是排风扇 包括你的桶灯 你的烟雾报警器也需要这么来做 但是不同的工种在衔接之间 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电工在一间电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要求 而这个要求是building code里面要求的 所以说即便是电工规范里面没有要求 但是呢 你还是需要做 这项工作呢 在电工包架里面不一定有 所以呢 你要加这个 有可能要额外加钱 但是 为了能够你的房子 不至于 你一拆切筒灯 让这个保温面就掉下来 另外呢 保温效果 要想让它好 必须要安装这个vapor variant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小的你有帮助 咱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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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